第十天真知道龙园的秘密吗?或许答案会让很多人失望,相信不少的武侠迷。 对第十天这个人物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了解,在电视剧《风云2》中绝对算是超一流高手。 即使是不惊云,涅风两人风云隔壁,第十天未必都不会放在眼底,面对武林神话的无名,更是能轻松将其制服。 从电视剧《风云2》的中前来看,第十天无疑就是最后的大反派,以至于前面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讲第十天,当然这一切的线索指向,就是整部《风云2》最精彩的桥段,及其五屠龙大战。 在电视剧《风云2》中对于真龙的了解,基本上所有人思维都是围绕着第十天在走。 第十天说真龙的龙园可以让人长生不老,这点只是限于第十天之口,加上真龙是四大对手之首。 所以不少人跟着认定,第十天所说的龙园可以让人长生不老这点,那么龙园到底能不能长生不老呢? 但敢肯定的是,第十天绝对是不知道的,也只是道听说或是根据正传也是所得之的。 而真龙对于普通人内心的信仰来说,只是简单的一种象征,就如风云2中神龙到水族人一样,都只是认为神龙是神物,可以保护万物。 恰恰相反的是龙园的功效,或许只是像凤穴,龙归穴那般,只能让人长生不死,而不是长生不老。 活了近2000年的第十天,之所以想摒弃凤穴夺取龙园,最本质的原因还是为了长生不老,因为第十天害怕变老,这也是他常年住在冰洞。 里面的原因之一,按第十天所说,真龙每600年一个出现轮回,那岂不是第十天三次见到真龙的机会,但是并没有夺得龙园,同时更没有人在第十天之前夺取到龙园。 假如之前有夺取到龙园的,第十天必然知道,而活了四千多年的孝三孝肯定也是知道的,所以说第十天对于龙园能否长生不老这个问题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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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